開替泳將王信浩繼200公尺混合式改寫大會紀錄後 近日在400公尺混合式在以2秒之差的4分18秒70 將大會紀錄刷新並奪下金牌 為全大運個人賽事劃下句點 本屆全大運王信浩雖無緣再打敖運A標 但他表示這次比賽遇到了很多突發狀況 也學到更多比賽經驗 王信浩也將持續調整 續戰6月初的全國中正盃游泳錦標賽 奧運當然是主要目的 然後6月份的中正盃是次要的 也可以去打標 打奧運的A標 那也是以400混、400字為主 那沒有達到或是說 中正盃沒辦法比 因為疫情的關係取消的話 那就是全力去準備奧運 那在200混的秒數上 可能是再提升個2秒 那如何提升就是 這段時間好好去準備去備戰 同樣為東京奧運做準備的 還有台灣蝶王冠宏 他在今日的200公尺自由市 游出1分48秒32刷新大會紀錄 所以務院搭成賽前所設定的目標 要挑戰全國紀錄 但在非專項200公尺自由市 能有這樣的水準 他也表示滿意 王冠宏首度參與全大運 截至目前為止 他已經在游泳指叛 寫下三項全國紀錄 與四項大會紀錄 展現良好的狀況 持續朝東京奧運殿堂邁進 大學第一年 我覺得其實感受到了 全大運的氣氛吧 因為其實也跟高中的感覺 比較不一樣 然後也遇到很多大學 才面對到的對手也好 隊友也好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 滿有收穫的一次全大運吧 其實基本上我的目標 都是反而奧運 所以其實全大運來講 調整的話 算是沒有特別去調整 這次的全大運 所以我覺得還是 因為也算是 檢視了我這段時間的訓練 還算滿順利 所以我會延續 全大運前的練習方式 然後到奧運這樣子 公開混合組男女400公尺 混合世界力決賽 在今日壓軸登場 康體大推出王星浩 林沛文 朱承平 宇承榮應戰 最終游出3分59秒32 西拜台北勢力大學 拿下銀牌 記者高盛青 戴紫祥 台南報導 西拜佛